大家好,欢迎回到正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已经到了晚上时间 今次有我去罗山,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马长,马来人 郭永汪也好 还有我们正在做后期,大家看到波罗仔动客就是易得台阳 记得点赞我们的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网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了,我们回来说一下这个柳俊爆纲 计算这个元朗黑夜之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了 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了老蕭的节目,就是老蕭成路 在那玩火,在一个露营那里,出了一个post很好笑 是不是被我们笑得多呢,什么六楼啊,还是怎么样呢 六楼爆纲啊,还是怎么样呢 现在就怎么样呢 他这样烧发呢 他对那个六楼,哇,和两个子女来到这里露营 一片绿油油,就想起别人叫做六楼 好,所以,啊,电火啊,我们 那我相当好笑啦,那个事源发生什么事呢 就懒亲子啦,之前呢就讲一下自己什么跑步啊 又什么Apple Watch啊,又怎么样呢 又开箱啊,又怎么样的 又介绍些什么,就是介绍些什么 比如介绍拳击啦,比如说,打探拳啦,是不是呢 或者教什么搏击,搏击会,还是比较好 所以看到现在的媒体呢,写东西就过瘾了 以前叫做什么嘛,前主播,新闻王子那些 现在这些媒体就说了 传媒人,柳俊刚,曾经被走前涉嫌呢 就和一个男子打斗被捕 又传呢,和这个太太,雷康仪呢 就罵离婚,处于婚居状态 哇,你的态度那么长啊,哎哟,是不是呢 绿色又有,红色又有 又红又六点,红点绿 是啊,真的,圣诞节咯,这次真的,是不是呢 这么长啊,把你的丑事全部摆出来 哎哟,还好笑啊,你去露营 为什么又要说你什么打斗啦,骂离婚啦,分居啦 还要数了你的坏东西 至今还没回应离婚传闻,哇,几个月了 真的惨啊,还要问这些 然后说了一段,你形容他 为什么不写因为元朗爆头呢 原谅爆头,你自己去看他那本书 这样,哎哟,免得间接和他宣传那本书 对吧,就说他在自己的FB 还是不知IG还是什么呢 现在想想走亲子路线啊 看有没有亲子产品找他,还是怎么样 是吧,因为他扮了这些,懂得宣传啊 就分享了和子女去露营的相 怎么知道,想着搭了一个炉在那里 围炉,石仔炉那样 然后点火,拍着一个小凳子 有个小朋友,带着冷帽 坐,又说,哇,很温暖啊,疏干的背影 怎么知道被人骂到,不是疏干了 被人骂到HIHI的背影 大家说什么,就网民竟骂他 对吧,我们稍后再说一下 当然不是说,哇,没搞错 被个小朋友坐在火里里,被人骂到他 怎么办,就拍到个小朋友阳望星空 接着那些网友,为什么留言骂他 就说,要好好保护大自然 有些人就说,不要在野外直接生火 然后呢,无论是不是草地 柳先生,你很大影响力的 教育孩子,教育网民 就有人骂他了,直接在地上生火 是破坏自然环境 接着还有些人骂他了 如果他点到那个,刚巧的 是下面会有一些天然气 蕴藏在下面的那裡 那麽糟糕? 不会的,那我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就纯粹搞笑 台湾有个位是高雄那里 所以,因为下面是类似天然气 所以会保持着有个火 那些人就愿意走去那里拍的 还有会带那个,叫做 就是有些好像那些什么 铝石子那些盗 那你在那里烧的时候 它就会涨起个波 那里面就是炮谷的 有些人买来在那里烧的 有些人就这样 那接着有些人就骂他 那些人就骂他 那你想醒啊,拍到多漂亮都没用 你烧的地已经是不对的了 那些人就留言 就说他要用焚火台的 个个都是这样烧的话 那真的是不行 那当然了 到时个个都可以这样烧的 到时那个营地那里 一个个洞 一个个黑色的洞 是的 他连这些人绝对是没有这个意识 就是保护环境的意识 还有没有那个同理心 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地方 那你没来这样烧的地去 那第二天就走了去 你不要说我拿些泥翁回去就可以了 不可以这样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有些人就骂他 不行啊,不可以这样的 有些人说我猜你应该是新手来的 是书经验 下次再带个焚火台去就好些了 有些人说 然后柳俊刚也有回复 掌知识 就立即去买一个 都挺有趣的 那些媒体呢 讲完之后呢 就不讲这些了 就是不再讲亲子那些玩什么的 又继续讲回去呢 39岁的传媒人 然后呢 在场面再讲一次 又生气 是啊 又生气 喂,你刚刚上一段 没有了 没有了 上一段才讲完 去BBQ 就是在營火那里 又讲回什么 突然间有个男人出来用事 然后双方争扎 互相嘔斗 然后又说道歉 然后又说什么 取消 和前妻 还是不知道什么都好 大家互相取消 对方有关注 还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那个焦点呢 都是维持回这个柳爆缸 这个增风俠槽啊 这个 究竟那个绿母的疑魂 还是怎么样 是吧 那他讲一下呢 他这些亲子活动啊 还是怎么样 營火会 这些呢 我觉得真的搞得都 弯弯的 虽然呢 看他踏那个砖炉 出来 不是麦俊隆的砖炉 好像有些石头 踏出来 你看他 那整个效果还是怎么样 其实呢 都看了 都ok的 想和今次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好像很少 可以被人这样去扎营啊 露营啊 那些位置 不是好像说之前 国内的朋友 去到长洲 又不知道 因为不想租酒店 还是大嶼山 不想租酒店 走去沙滩就扎营 是啊 哇 幸好他们不像柳俊光 那样 柳俊光那样 那些害死人 到时呢 整个大嶼山 都是这样 一个个火堆呢 都挺多人害怕的 是吧 绝对 是 真的教坏 是啊 你教坏人 每个以为很好玩呢 那些staycation 就是这样的意思 每个都在那个玻璃里 贴一些字 然后拍照打卡 每个都想着这样 每个都在那里贴 你又贴 我又贴 我不贴就笨了 搞到就 一锅泡 一锅泡 一锅锅 通常是这样的 香港惯性就是一锅锅做 一锅锅做到要怎样呢 要弄坏整件事才是 那可能到时呢 香港呢 很多个山头呢 都是一个个黑色的洞 一个个黑色的洞 一个个黑色的洞 就像柳俊刚那里烧了 那过了这些叫做旅行 就是周末周日啦 那出现了呢 就会很多呢 在山上 这些这样的一个个呢 他就弄坏了 他就不会那么好 搜尾啦 和你推开一些石头 就是爆开一些石 爆石 跟着弄回去 那他就没那么好心啦 是吧 等食坏那些 慢慢整理都行 这帮人 如果是这样 都挺麻烦的 所以柳俊刚这些 就是教坏人呢 就是这样的 那你自己弄个營火台 那些焚火台 那些焚火台 那你到时笑什么都好 是吧 搬很多东西上山 嗯 或者你准备一架 可能那些叫做 幽女车 屁股大一点的 那你就把船梅一堆 或者叫做五门那些车 嗯 那都可能会好一点的 那我想说一下 台湾都有些地方 可以被人这样去 叫做 露营区的 哦 那当然 都多的 当然了 不可以像柳俊刚那样 在人家的地上 这样烧 我想一定 那个场主 一定出来砍你 我可以说一下 怎样玩法 他呢 就不用你搞那么多 你看到柳俊刚 就要自己带到帐幕去 那如果有些私人搞那些 那些露营区呢 他就会画了一个 很大的平面的草地 的一个地方 他就已经 已经割开了 他轻轻你会发觉到 咦 好像 感觉上呢 你会看到有 大概好像 十个区 还是二十个区 那样的 那每一个区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车 洗到那里先 嗯 就是你的私家车 洗到那里先 你之后呢 他就会给一个 他会帮你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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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或者你自己打都可以的 那个帐幕 那帐幕呢 那帐幕呢 就不要像柳俊刚那样小的 我想一家大小 当然有大有小 可能你 两个人你都可以找个四个人 这样大 他可以跟你 move 他一定会和你打ショ 那么大概呢 如果私人 美iff的 9千块 台币呢 基本上都ok的了 啊 啊 即是二百多元,二百五,二百六元,二百四五元港质 已经包到营给你了,很多香港人会说 有没有水,有没有电 它会在你每一个营地区,当然你不会说只有草地 你会看到,为什么突然有个洗手台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们自己的洗手台,专用的 那个营搭出来后,它会给你电的位置,就可以在里面充电 然后大家喜欢怎么样去玩呢 很多时候都会在一些类似很大型的超级市场 就买了食物,买了那样,就少点BBQ 反而买了薯片,披萨,或者买了烧鸡,沙律 一份一份在那个叫做大型超市那里,已经买了 那你买了那里,有些人都喜欢自己煮的 因为你要自己煮,又要带煲,又要带透火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懒的就嫌麻烦 你买了那些吃,这样上到去,披萨上到去吃的话 那某程度上是野餐 是啊,就露营有些人,有些人点火,有些人不点 他就这样点火在旁边,点火可以坐在旁边,自己坐在那个 很舒服的椅子上,然后我问他,你在做什么 我在思考着我的人生 你为什么很思考,我当然没出声,但是你退休,为什么很思考呢 大家一起围炉,喝一杯,聊聊天 基本上呢,夜晚就一天啦 然后你去附近的放烟花就不行,放椅子就可以 不过你走到马路的地方,你都可以玩点燃烟的 所以那些会舒服一点,不用说大到周身都是惹 又说要搭个炉,但是都干净的,还有电有水 我见过有些人玩玩会上人,喜欢去露营区 经常去,每周都去 可能隔几个星期去一次,你去这么多次不悶吗? 因为有时候每个场都有一些特色 可能如果有一个场上有一棵很大棵树 你整个私家车塞到树底里,再塞到你的形 你会觉得很厉害,像千月千尋那些巨型的大树 你就塞在下面住,觉得很过瘾地游去 但正在夏天,它夸到是怎样呢? 它买了一部可以制冷的风机 它整部拖在那里玩,我心想你瘋了 你去露营而已,不如你这么怕热 一定要冷还是怎样的 那你就去酒店或者去温泉旅馆就算了 那就好过这样 露营其实也很好玩的 我见到老郑公这样也可以,但会很辛苦呢? 因为有时候你要拿起来,没有某些东西都挺麻烦的 但有没有这些露营的经验? 有,当然有 是的 是的 如果你一班朋友不是家庭的话,朋友去就会好些 每个人,大家首先出一张清单 每个人负责拿一些物资上去 上去再分派,那就好很多了 但如果你一家大小去的话,就辛苦很多了 特长爸爸妈妈要准备好多东西 我见到小孩都没有洋葱 少了哪一样东西的话,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吵架 那也是 还有小孩他就麻烦一点 又怕他骚髒,又怕他冻,又怕他什么 我有个朋友他想到一个绝招 他带了一罐罐的梳打水 梳打水 他可以说没有洋葱,又怕热,又怕热 因为如果在香港的时候,他这样玩过 他将那些梳打水,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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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不是甜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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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不觉有这些,露营区 因为提供这些营,就不用自己带去 因为我见过那些,带得很紧要 你八个人那些,你几个人里面住 你反而觉得很空荡荡的,因为你里面没有家具 只有椅子,然后整个睡袋 反而你不要那么大,就可以舒服一点 玩多一点都可以 见到刘俊刚,希望他下次就不要再搞这些了 又烧山又行 不要啦 今天风高密操,朱凯迪之前不是经常说那些 什么山火那些,朱凯迪应该去教他玩 譴责也好,什么都好 之前不知道大家知道哪个林俊杰 林俊杰拍了他有一次在台湾 JJ,JJ林俊杰 有一次拍他也是在台湾那些,露营区那些 如果大家上网搜索林俊杰的假格露营 你应该都会找到 露营区那些就是怎样的 哇,他更夸张,不过他 其实不是自在去那里烧饭吃 还是怎样的 可能他是自在跟朋友在营地上 可能过一晚聊聊聊天吃吃吃薯片喝喝酒唱歌那些 那一天的了 那好了,秋高气爽大家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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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去那里露营也有的,露营也有的,我看到那些人露营的时候 因为牛走去,可能闻到野菜,吃香,走过去走走走走,用一笔棍吓那些牛 明明那个道理在哪里? 人家牛在那里住的嘛,牛是探门的本土派 呗,因为探门你要另外搭船去 你来到的,你霸到别人的地方,可能有牛哥说,我平时在那里走开的 你们个个都把帐篷放在那里,我想吃两条草,或者可能过来找些东西 你们都霸在这里,那我来的,你拿棍打我 他才是居民,你是来游客的 你游客反而拿棍打我,这个怎么说都说不通 希望大家记住,有时候那些人都是的 我见到他们去到一些森林 又没到森林的,就像这些田园的地方 在那里体验,在那里玩,他们会去拍死那些昆虫 其实你不要拍死他,当然那些不是蚊,不是那些 破坏生态,他才是主人,你是来这里参观,来这里玩 你没理由拍死他,昆虫而已,昆虫也是这么说 他是本土派,他是在这里生活开的,你没理由打死他 大麦徐说,你不要破坏生态和动物性究竟是怎么样 那好了,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下这些去玩去成的心得好吗 好,多谢大家,希望柳俊刚不要再一边烧了 要烧完,继续会变回一片的绿楼了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